大家好 我们接着讲天克地充的意思 我们刚说了运功被天克地充就是那几种相义 然后也代表着如果运功被天克地充的八字也好 和目前的阶段也好 也代表着当前的这些阶段并不适合去做一些什么事 就是叫无为而至是最好的 不要有什么想法 一切顺其自然 不要有什么作为 等待天使 等待 如果八字是这样的话 你就不要自己想怎么做怎么做 你要符合这种相 你就可以 如果你不符合这种相 你不是没事找事吗 所以你也可以说有时的 唯唯诺诺 或者是没有主见是比较合适的 在一定场合上是非常的懂得中庸之道 有时是中庸之道 并不是说明我们没有主见 恰恰恰说明了是我们在一定程度上 懂得中庸之道 懂得保全自己 枪打出头鸟嘛 对吧 所以运功被天克地充是这种相意 特别是配偶功 被天克地充呢 配偶功如果被天克地充的话 被四叶功天克地充的话 就说明了你和你老婆的关系呢 并不是特别好 对立的 因为配偶功被天克地充是对立的 如果正好行着四叶功的运 你这个离婚的概率也是非常高的 因为你和你老婆的矛盾呢 是不可调和的 还有一种像呢 是你和你老婆不经常在一起 还有一种像叫克妻 克妻并不是把老婆克死了 有时候我们的父母公被克 兄弟公被克 我们说是克母亲 什么叫克母亲 这种是什么意思呢 对吧 他和配偶功被克 它是一定的 道理是一样的 那配偶功如果被克的话 那就是说你老婆在 就是你们组成一个家庭之后 你老婆想做一点什么什么什么事情 你都不会让他做 你都会让他说 你不能这么做 你要那么做 就是你老婆必须按照你的意思 按照你的想法去做 他显示出来是这种相议 所以并不是说是那个 但是现在的社会呢 不像古代 这就是说同样一个挂像 在古代和今天呢 他的相议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这些变化 古代呢 你不让老婆做这个 不让老婆做那个 他没毛病 他没话说 对吧 但现在的社会 你不让他做这个 不让他做那个 那就是离婚 这是一个是 在当今的社会条件下 所产生的 东西 所产生的效果 和古代的社会情况下 产生的效果是 它是不一样的 所以古代社会 它不是离婚的 在现在的社会 它就容易造成离婚的这种相议 那有的是客户 对吧 特别是小时候 那你父亲呢 就做事 就会受到你的情况的影响 你要和你爸爸在一起去办什么事 那个事情不太好办 如果你和你老爸分开了呢 你老爸单独在一起做事情的话 也就做得比较好 同理你和你妈妈在一起做事情的时间 就不是特别顺 就是你妈妈做事就不是特别顺 所以你就不能说是家族的生意 你就不能参与 你要么呢 你当中你做你的 你老爸做你老爸的 负不影响 好了 这是这个含义 那这个天歌地窗都讲完了 辉诺看法 其实我们来讲相义的时间 辉诺看法已经讲了 只是说有一个问题没有讲 就是说是 辉诺无论何时何地 这个配偶公就代表你现在的婚姻状况 无论何时何地 配偶公就代表你现在的婚姻状况 无论何时何地 他都是这样的 OK 那我过去的婚姻怎么看 我过去的婚姻是看交友公 就是看那个配偶公的田代公 是看那个父母公 这是过去的婚姻 后面一个挂例 我们要讲这个问题的 然后呢 你将来的婚姻状况是看配偶公的事业公 也就是辅诺公 也就是配偶公的事业公 就是辅诺公 代表将来的婚姻状况 OK 你目前谈的 我们这个辅诺公不是什么时间都能看的 有时你看到没有任何意义 对吧 没有任何意义 你当前你比如当前你谈的这个对象 能不能 你当前谈的这个对象 能不能和你组成婚姻 是看运工和配偶公 这两个工位 结合着看 五行深刻 先后顺序 来结合着看 来定你的目前谈的对象 能不能和你结婚 这是非常关键的 OK 在能结婚的情况下 我们再看看辅诺公 未来的婚姻状况如何 是不是会分手吧 还是相害呀 还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这就是 你就分开 你这挂就比较容易看了 对吧 那有的人 就抓住了我之前讲的另外一个问题 说看配偶公的交友公 也就是田代公啊 配偶公的交友公就是田代公 他说他看挂他开始变了 你知道吗 他跑去看田代公了 他不去看这个配偶公了 就舍本竹墨嘛 就是说看交友公 我们为什么要看这个交友公啊 我们为什么要看交友公 当我们想看 当我们想看这个人的家庭状况的时间 当我们想看这个人的家庭状况 什么什么条件的情况下 我们就看这个交友公 否则你看这个交友公干什么 没有任何意义 然后呢 运工的交友公 运工的交友公 有时候我们也看 但这两个有区别 就这个交友公和田代公的交友公 两个有区别的 我们怎么来分辨这种区别 运工的交友公是在 你俩还没有确定恋爱关系 此时你俩仅仅是朋友关系 是看交友公的 你想看看这个男的 什么状况 什么状况 那就是交友公 OK 当你已经确定恋爱关系了 此时要看田代公 那有人来问 你俩确定恋爱关系了吗 那就OK 确定了就看田代公 如果你已经同居了 以夫妻的名义 已经同居了很长时间了 这个时间就要看配偶公 这个时间就要看配偶公 就这么看了 此时的配偶公是非常重要 就是说你已经夫妻名义配 那个同居了 那配偶公就是重要 你看我男朋友有没有 另外又找了一个 那配偶公的配偶公 那已经确定 这里面一个分界线 就是说同居和不同居 光睡一两晚上 那就不算同居 对吧 那同居呢 是以夫妻的名义 居住过一段时间 在古代是没有这事的 在古代更不需要 根本就不需要看田代公 在古代只看交友公就行了 因为 你起一个挂 对吧 你把你的八字拿给我 男方 男方要给女方 男方的八字 女方要给男方 女方的八字 各找各自的先生 去合八字 合成了 你反正也见不了面 然后 折个日子 然后 入洞房 你在入洞房那一刻 才能看见彼此 在现在的社会 你咋办呢 对吧 在现在的社会 它是没有办法 你没办法的时间 那就是说 你得分情况 配偶工的教育工 田代工 配偶工的教育工 运工的教育工 两个 在不同的情况下去看 说你 如果你没有同居 还没同居呢 你看看我男朋友 他有没有 他脚踏几只船呢 他想和我谈 还想和 是不是 那时间 看这个非常准确的 看田代工非常准确的 只要一同居 以夫妻的名义 同居了 这个时间 你的用程就是配偶工 我们有时 我们严格的说 是按以拿结婚证为准 对吧 但现在的社会 你不拿结婚证 已经以夫妻的名义 在一起居住的很久了 其实就是夫妻 对吧 只是说没有办酒席 没有拿身份证 没有拿那个叫什么证 就是没有拿结婚证而已 但是已经改变不了 他的事实 对吧 他如果分手了 我们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说他离婚了 只是说 他的结婚证上 可能就一婚 没有结婚证 就这个区别 这是灰的看法 同性恋的看法 同性恋的看法 我是看六摇看的 原来我不知道 我根本我就学了这么长时间 我根本就不知道 那个同性恋怎么看 我试图去用很多办法 去看那个 去看那个同性恋怎么看 我也试着用于去看 但是搞不懂这里面的逻辑 看不好 有一天我突然之间明白了 就是就是年前 就这几天年前 我突然之间明白了 这什么意思呢 如果兄弟公 兄弟公变成自己的配偶公 和自己的子女公 那这就 这就是同性恋的相义 因为我们知道 在我们国家呢 同性恋是不可以 同性恋是不可以结婚的 在国外呢 同性恋是可以结婚的 这是一个制度的一个区别 同性不可以结婚 这是法律制度 中国的法律 我们国家的法律制度 在国外呢 很多国家都承认 同性之间的婚姻关系 所以OK 我原来我为了这个东西 就把那个挂起走向呢 放到前面讲了 我本来想挂起走向呢 是在全恶生结束之后 再讲挂起走向 但是为了这个问题呢 我就把那个挂起走向提前讲 提前讲了 我们打个比方 运在这儿 兄弟公在这儿 配偶公在这儿 兄弟公是三星 三星飞到这儿了 这是一个同性恋的象 然后 因为兄弟公 兄弟我们知道 兄弟同性之间为兄弟 对吧 女生同性之间叫姐妹 男性同性之间叫兄弟 你兄弟变成了你老婆 你兄弟变成了你的子女 子女代表性行为 同性恋它有性行为 你就可以说是同性恋 你就可以说是同性恋 那还有一种象 配偶工和交友工 就天天工呗 三星跑这儿了 你谈的对象是啥呀 你谈的对象是兄弟 这都是同性恋的象 我们这东西要灵活应用 如果子女公单独在 比如子女公在这儿呢 那配偶工丢在这儿了 这种象意 就是说 八星飞到这儿了 那也有同性恋的象 有同性恋的象 必须兄弟公被冲动 有兄弟公必须有深刻关系 子女公再有深刻关系 这要动 就我们六谣里面叫动谣 你不动谣 你三星你说兄弟公 你说是同性恋 它可能吗 它不可能 但有的人就 就就就就 不会灵活应用的时间呢 他抓住人人家一个 那个三星跑这儿了 就说人家同性恋 这是不对的 当他问单独问婚姻的时间 你看看我婚姻 有这种象呢 就有同性恋的象 但不是百分之百 是的 只要他同性恋 他一定会类似于这种象 但是有这种象的人 有这种象的人 不是百分之百是同性恋 他有可能是其他事 因为兄弟公代表财库 可能是财库的问题 但只要他问了婚姻 他就会呈现出这种象律出来 我看了很多卦 原来呢 同性恋的很多卦 大概有十来个 十来个呢 我存 我都存长了 五六年了有 存长了很多 经历有一年两年 遇到一个两个 有一年两年 遇到一个两个 然后呢 存起来了 当我明白这个兄弟公 变成配偶公和侄女的时间 我把它拿出来看 真准 很准 我真的是欣喜 非常的开心 我解决了这个 同性恋的看法的问题 OK 同性恋啊 股票的看法 股票的看法呢 我们大概讲一下啊 大概讲一下 因为呢 首先 断一个卦 我无论断任何卦 我不看年和月 我只看 月的月令 其他的年和月 我不考虑它 我就考虑日时刻 刻 我有时也考虑 有时我不考虑 我不把它做出一个重点 为什么呢 大家首先明白一个道理 就前面的课程里面呢 也讲过 我们呢 在古代呢 因为信息不发达 人与人之间的交通 那个交流呢 信息量太少 信息量太少 比如传一封信 对吧 古代战争 国家 利用的 传递信息最快的速度 是狼烟嘛 对吧 传达的速度快 然后八百里 加急 传一封信 这是国家机器 那作为一个 平常老百姓呢 你 你从上海到北京 对吧 将近一千公里 你的速度 你传播这个信息的速度 根本没那么快 所以古代用一注算命 加上实令 它准 你说这一辈子传递信息 对吧 它能传到多少信息 了了不及 这就是 这就是古代 随着时代的发展 生产力的提高 那个一注已经满足不了了 所以发展成两注 到唐朝的时间 已经有完备的四注理论 只是说往外传 是传的三注理论 第四注不交 不是传人它不交 对吧 到了宋导的时间 四注理论已经非常的完备 非常的成熟 我们现在所学的四注 就是从唐宋年间 形成的体系 形成的理论 我们现在还是在学古人的 我没有进步太多 我们还有时还没有古人端得好 这就形成了四注 而在当今的社会呢 我们信息传达的快 我们传达一个信息 打个电话 对吧 我们发个微信 就马上就是能收到 实时的 不会延迟几秒钟 这就是实时的 所以我们的信息 传达的更快 比如5G的来临 或者未来的6G的来临 我们的速度更加快 当我们速度更加快的时间 我们现在原来用了四注 对不对 我们现在还在用四注 对吧 我们开始加一注了 5注 比如太空奇门用5注 传统奇门有人也在用5注了 日后再随着时间的话呢 有可能是6注 有可能是7注 这就是靠我们的后代 子孙后代的聪明才智 去改进 这个这个 几注能解决我们的问题 因为就信息量不够了 我们想传达更多的信息 所以才 才有 年 从年上加上月 再加上日 再加上时 再加上刻 再加上秒 等等等等 太空奇门呢 就是说是 有课 用了课 用了课呢 我给大家说一点 我们这个课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由于我们信息量不够的时间 我们开始加课 OK 我算挂的时间 紧急的事 马上就要做的事 我对课的重视非常重要 课的影响 我就用 我就用课的影响 如果 不是着急的事 可能四天半月 这个时候 我就大概看一下这个事情 我的课就不看 我就用日和时 两注来断 这我从来没有 公开过 我没有过 这是第一次在这讲 还是免费的讲 还没收钱呢 这就是说 着急的事 马上就要发生了 一定要重视课的作用 课的对你深入 能量远远大于 日和时 如果发生了 事情比较慢 比较缓 一定要重视 日和时称 这两注的深刻的作用 一定要重视 这两注的作用 这两注会给你带来 很大的麻烦 它的有利的时间 也会给你带来 有助的一面 当你不利的时间 会很麻烦 所以这就造成了 股票呢 我们看股票的时间 我就比较重视 刻的 刻度的深刻作用 连那个日和时呢 我就把它做一个参考 我不把它做一个 当真的东西 看股票 我就日子不重要 我就看时辰和刻 这两注的深刻作用 但是我要看长期的 一个阶段的 我刻不考虑它 我就重视 日和时 两注的作用 两注的作用 我看哪个当令 当令的月份 股票就涨 因为 我们知道 一个股票呢 它上涨 就是说 上涨或下跌 它变化速度非常快 也非常有邪性的事 非常奇怪的事 当我们不去买 买卖股票的时间 我们就想测 预测的时间 那个 我们测股票涨跌 涨多少点 低多少点 那是测不出来的 你真要测出来 你偶尔蒙对 你真的实战的时间 你根本测不对 这个是别吹牛 说我能测 你能测 你早就发财了 就像测6核彩一样 如果你能测准500万 多少个500万了 双色球 对吧 你其实做不到的 我们只知道 大概什么时间 一个区间 就行了 对吧 所以股票 我们身在其中的时间 我们的 我们看一个股票 就随着你的运气 随着你的运气发展 你的运气不好的时间 你就根本就测不准 你的运气好的时间 你能测得非常精准 还有有的拔子 它不适合去投机股票 你想我的拔子就不适合 但是我天天玩股票 我玩的很多 我里面放的钱还不少呢 所以这个股票的性质 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好 自己有良好的运气 测一天或两天的涨跌 一定要重视这个刻住 测一个阶段 一个月和十天 二十天三十天 那就重视一个区域内的 你要重视日和时的作用 所以我测股票呢 我原来我喜欢测当天的涨跌 现在呢 我不爱测当天的涨跌 因为它准确率没那么高 当我测 我怎么测那个当天的 那个股票涨跌呢 当我有信用灵犀的时候 我用那种感觉的时间 很想测一挂的时间 我就起 准确率非常高 当我为了预测而预测 纯粹的是为了测的时间 不准 这就是说我自己就 凭我自己的灵感 我自己的那种感觉 来做这个股票 这是我的通常的一些做法 OK 然后呢 那个 我们说一下股票 股票当你买的时间 当你已经购买了 当你已经购买了 你要测 你要预测你购买的那只股票 你要看什么 看运的财 这一点非常重要啊 你要购买的那只股票 你要看运的财工 为什么这么看呢 你已经投资了 你的财工的涨跌 你的财工的放水 决定了你这个股票 钱的多少 你理解吧 就看运的财工 当你没有购买股票 我就想测这个股票 测那个股票 我决定要不要买 然后你就看父母工的财工 看父母工的财工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父母工代表股票 那有时呢 这就是一个感觉 说不清楚的一种感觉 然后呢 我就有时候 我也不想买 也不想买 涨也好 跌也好 我就不买 此时就看运的财工 非常准 当你哪天想买 购买的时间 你有那种想购买股票的冲动的时间 看父母工 不要去看运的财工 看父母工 那有一次 有一次呢 我玩那个一席轿车 因为老老之前 我玩一席轿车 一席轿车呢 前几年 在秉升年 在乙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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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什么买这只 在比身年 还乙卫年 我为什么买这只股票 在乙卫年 我为什么买 那个一席轿车 因为 那时间我听说 一席轿车要 要 要重整 要那个 秉习轿车要 要 要 要重组 要把秉习下列 还有一期整体上市 那时间 现在 包括现在还没有 一期整体上市 现在还没有了 只是说 在当初乙卫年 那个时间 我 那个 我 我听说有这个事 我就买了将近20万的 那个 秉习轿车 价格还比较高 当时是15块几买的 15块几买的 已经放了将近六七个月了 中间做了几次差价 就上低高 用 上下高低的差价 然后把平均价打到 那个 14块2左右 打到14块2 然后呢 我买的时间是15块多买的 还出在一个比较高位 就就想着 能够等个一年两年 如果重组的话 我这20万也可能变成四次吧 那是这么想的 然后呢 有一次 那个元师兄 广东的元师兄 到上海玩 就那天玩嘛 那天玩了之后呢 我们就那个 那个那个 测那个 这是股票 我在路上就开始测 因为 这 我玩嘛 有手机嘛 就不影响啊 做事 就不影响干 干干干 干事 然后坐在地铁上 我想看看这个 一席叫车 一席叫 为起局 我的财工 运的财工 我记得是 当初的是 运摘莽木 财在海水 被几次天歌地冲 这是我去见 那个元师兄的 那个路上 我就看到了 天歌地冲 天歌地冲了 之后呢 我立马买了一万股 我就马上就买了一万股 因为 为什么我要看运的财工 不看父母工的财工 因为我这股票 已经买了将近二十万块钱呢 将近买了 将近二十万块钱 所以 所以他挺多的 有一万七千股吧 一万七千股 所以 当时我看了运工 财工被天歌地冲的时间 我立马买了 一万块钱的 一万股 花了 十四万多吧 然后呢 为什么敢这么买 是因为我运的财工 被天歌地冲 那我就认为 我的这只股票 已经是被天歌地冲了 是最倒霉的时间 它应该是在最低点 OK 我把它买了 买进来之后呢 我立马 加了五个点 加了五个点 我记得是十几块 十四块几 加了五个点 然后 卖 就是当天的差价 然后到下午的时间 两点多的时间 就涨起来了 涨起来之后 因为价格提前 买单买好之后 立马打卖单 因为我手里 有一万七千张 将近一万七千股 买了一万股 我就两万七千股 然后 我就卖了一万股 就这样 下午 挣了一个差价 挣了好像 七八千块钱吧 我记得 营养都好 七八千块钱 反正请缘 是用吃顿饭的 在上海吃顿饭 好吃好喝 还是戳戳有余了 已经 就那个时间 是我的财工 是被天空地冲的 我在那个点 去买的股票 后来呢 这只股票 重组 等到变身年 停牌了 停半年牌 我很开心 我说 哎呀 这个二十万 有着落了 我真的都可信奋了 我说 这个二十万 变成四十万了 没想到开盘 开盘之后 重组失败 在秉生年 我记得是秉生年十月份呢 还是什么时间 他开盘了 开盘了两个跌厅板 我第一个跌厅板 没卖出去 我第二个跌厅板 卖出去了 大概好像是 十二块九毛多 还是卖出去了 亏了 就这只股票里面 将近亏了三万多块钱 但是 有时也不该 我亏这个钱 然后 在开盘的那几天 我又中 中那个了 我中签了 一签 我 一签 好像一个什么股票 从我中 我是从十六块中的签 打新股 中的签 好像涨到七十几块钱 一签股涨到七十几块钱 好像是 我印象中好像是 然后就那个 就把这个亏的钱 基本上又挣回来了 就这么回事 所以 不该我亏了这个钱 要不然的话 也三十万块钱 就钱没了 后来因为打新股 然后中了一个签 然后 是五百股 还是一千股 就深市是五百股 那个上海市是一千股 我忘了 太久远了 所以 就是后来就没怎么炒股了 后来 现在呢 去年呢 又开始炒股了 又开始玩 不断的玩 没事就玩 整个十万八万的 就放进去 就这么玩的 亏了 我也不影响 不影响我的生活 然后 赚了就赚了 是这样的一种心态 然后股票的财 就是我们看 这是取用神 这是取用神 分三种状况 第一种状况 你不想买 无论涨也好 跌也好 你不想买 只是你的心态 是不想买的 就看运的财工就可以了 当你想考虑考虑 买的时间 你要看父母工的财工 然后呢 当你已经 当你手里已经有股票的时间 已经有股票的时间 你就看 你想看这只股票 你又看运的财工就行了 当你想看其他股票的时间 就 这个时间你的心态想买 你就看父母工的财工 然后当令 我们说一下 他什么条件 你的用神 你的财工 当令的情况下 是 只要你的财工当令 他这个价格 就会出了一个高位 当他那个 你的财工 无论是运的财工 还是父母的财工 就看你的取用神是什么 他的财工 是不当令 比如现在是木当令 现在春天 木当令 那如果水当令 也如果是他的财 还是在深有虚或汉子丑 他是不当令 他的股票价格出了一个低位 发生的五行生客 是在各个阶段 就是比如 运在有金 对吧 在你的日识客里面 陷了一个低卯 陷了一个低卯 天开地中 说明了低卯什么时间起作用 有可能在卯月 这个低卯就开始发生作用 可能你的这个股票要暴跌 你要小心点这个阶段 OK 你要想买的时间 在低卯月去买 低卯月等到跌个坑的时间 你去把它买下来 你就能挣这个钱 说明了本身有金的 现在也不当令 说明它价格出了一个低位 等待什么时间再跌一把 就是低卯 天和地充的时间 再跌一把 卯月的时间 卯就当令 卯一当令就 就把你的股票又打下去了 那个时间就是一个买点 但是具体的哪一天 不要迷信 这是全凭你的判断 哪一天你算不准 你要能算准 你就是一般富翁 你就是第二个李嘉诚 你算不准的 当你说比如五火当令 现在你才在五火 对吧 你才在五火的话 比如有人只来天和地充 对吧 有可能今天冬天会那个 但是你现在是木当令 你像火 它也处在一个高的位置 它还有没有更高的位置 一卯成四五位 所以它在更高的一个位置 就是在今年的夏天 它会有一个更高的一个位置 如果是 你看着这个股票 就是在银毛层 那你的用程 就在你银毛层 这三个位置上 那你的用 你的财 你的现在目前股票 价格是最高点 你就不是买点了 它是一个能量最高的时间 能量最高的时间 你就得卖了 不是买的 你理解吧 它不是一个买点 就这个股票不能碰 你要找能量衰弱的时间 你找低点去买 但是在高点也有买点 在高点 你要比较重视时升和刻的作用 它可能 比如运在卯木 被心有天和地充 有可能目前在高点的一个低点 也可以买 再涨回来 再涨起来之后 赶快卖一卖 因为关于这个低个地充呢 我验证了很多 很多时间 尤其在暴跌的时间 我就很开心 为啥呢 就是一暴跌 我撤 撤 我一看天和地充呢 我就实际上买 有钱 有多少钱 我放钱 有多少钱 我就认天和地充 其他的呢 都是小 小 就是小坑 小长小跌的这种 有时有时判断不好 有时我 你看现在我买股票 买什么股票 我就 我想买这种股票 我一看啊 父母公的财工在哪呀 在 害子仇 在生有虚 选这种股票 我买 在四五位和 那个 那个 以卯成的 我都不买 因为 你要买的话 你天天盯着 哪有空 天天盯着呢 你看 今天的股票 都忘了看了 我就 盯不着 不能盯着 所以 我等放个三个月 五个月 一年和年底的时间 再看看 看能不能挣了 挣个三千五千的 对吧 挣个一万两万呢 有个喝咖啡钱 就是股票这么看 股票整体原则是这样的 短期的涨涨跌跌 一天两天的 这种涨涨跌跌 一定要 日和时不看 就看客 叮嘟 叮嘟客的变化 客就令 客当令 这就涨跌 涨跌 这是以客 使得重要性 再另外说一点 给大家普及一点法律 普及一点法律 任何人在网上 预测股票的涨跌 在你的朋友圈 发表股票涨跌的这种意见 都是违法的 我同学是 那个证券公司的 他给我说的很清楚 不要去发 发表这些言论 你发表这个言论 它是扰乱证券市场 星期可重了 一般是三年以上 一般的三年 再怎么都要得距 那个六个月 距跌的也是六个月 所以不要在朋友圈 在任何场合去发表 这种股票的涨跌的言论 然后股票涨跌 我们说的还是那句话 入市有风险 投资学习几乘 我们只是在理论研究上 它是这么看的 这里面呢 当你参与进来之后 和你的运气有巨大的关联 当你没有参与进来的时间 你预测还是比较准的 有时呢 你也挂了起出来局 它就不准 所以有时意义不是特别大 此时你要保持一个 良好的心态 不要太执着 不准培养自己的那种灵感 那种感觉 好吧 那股票我们在理论上研究 是这样子 实战 靠你自己的灵感 我有我自己的灵感 我的感觉 就是你们就 毁了这种方法之后呢 去验证 去揣摩 怎么培养自己的灵感 自己的感觉 行 这就是股票的看法 还有梦的看法 就今天我们做个梦 对吧 今天我们做梦 梦怎么看 梦呢 就是 比如我们梦是看福德工 梦是看福德工的 福德工呢 比如这圆局是九星 比如三星飞到这了 对吧 你说我做这个梦 我做这个梦是什么时间 好运在这 你夜里做梦醒了 对吧 你躺在床上 回忆回忆 想想这个梦的内容 然后呢 第二天早上起来 想起来这个 你还能想起来这个事 想起来这个梦 清晰的梦的过程 你能记忆起来 OK 你想看的事情 凭你的感觉 你起个局 起个局看的 就看三星 就看那个福德工 福德工做梦 福德工这个梦 影响了什么 你的三星 三星为啥 为兄弟功 影响了你的兄弟 你这个梦 什么原因导致的 九星飞展去了 看少九星 三四五六七八九 明星我只猜疾病 和迁移 你这个梦 是由于迁移 迁移工 或者是疾病工 那就看这两个工位 哪个工位有冲动 有核有冲 那就动摇 看他俩动不动 他俩动 就他俩 他俩 这迁移工和 谁动 就谁的原因 而导致了 你做了这个梦 比如九星在这 对吧 你可能在旅途过程中 做的这个梦 你可能说是 身体条件不好的情况下 去做的这个梦 这个梦 影响到了什么 影响了三星 影响了兄弟工 有可能是 你的妈妈的 有可能是 你妈妈 有什么问题 对吧 你就要看 兄弟工 非常重要 有的是呢 你的兄 你的哥哥 弟弟 之类的 你看这个兄弟工 他就会对这个工位 产生影响 在哪儿做的梦 或者是在什么样 场景下做的梦 那就看九星在这儿 或者是你这个梦里面有什么 有兄弟 有母亲 如果母亲过世的话 你母亲给你的梦 然后你这个梦后天影响到什么 就影响到这个兄弟工 那兄弟工是谁 有的是你的流动资产 等等等等 能够代表兄弟工的意思 都可以 对吧 那兄弟工还有是代表其他的 比如岳父啊 你岳父啊 或者女生的话 运工为女生的话 你的公公呢 等等 他是这么看 你这么看 你可以去解梦 你知道吗 你解梦 你挺神准的 你别管他梦里面 梦里啥 就这么起居 他肯定是没跑 这是这是方法 行 我们歇一下 等会再讲下面的问题